疫情趨緩加上邊境解封 讓餐飲業成為最缺工的行業 王品集團宣布 明年的元旦開始 正值員工起薪 調漲百分之七點五 包括漢萊集團 路易莎等業者 也都有挑釁的動作 期盼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 加入 將餐點送上桌並親切的為顧客服務解說 疫情趨緩加上邊境解封 讓餐飲業成為最缺工的行業 現在王品集團宣布明年元旦開始 調漲正值員工起薪 整體的調幅上看百分之七點五 包含桃板烏 夏慕尼 都已經率先喊出無經驗可 起薪含全勤三萬四千四百元的 一個薪資水平 漢萊美食集團也表示 今年調薪人數 估達一千五百人佔比百分之九十二 調薪的幅度從百分之一點八到百分之三 二三點三不等 整體平均調伏近六趴 路易莎咖啡則表示 十一月一號起就啟動調薪的計畫 正值人員提高一千元來吸引人才 而今年九月就調薪六趴的鼎泰風則準備調整售價 從十一月二十二號起調整部分的產品單價 像是小籠包從二十三元調整為二十五元 蝦仁蛋炒飯兩百五十元調為兩百七十元 整體品項平均調幅約百分之四 其實頂泰風早在去年十一月也曾漲過一次 豬和餐一夜啟動調薪搶人才外 從明年元旦起基本工資將提高至時薪一百七十六元 月薪兩萬六千四百元 考量新冠疫情對內需產業造成一定的衝擊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也通過明年續推 基本工資補貼方案 學者表示過去政府寄出補貼方案 主因薪資計算方式改變 這回再寄出補貼 應明確說明理由 像是因疫情所致而做出相關配套補貼 並非因為基本工資調漲而補貼 以避免未來被當成前例常備拿來引用 記者為網信中推播